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1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俄乌冲突以来 数以千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 纷纷投奔异国他乡 其中数十万人选择了加拿大 时至今日 这些人在加拿大是否已经安居乐业了呢 现实似乎没那么理想 在加拿大落地的数万人当中 大约有1000名乌克兰人来到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其中 今年早些时候逃离了乌克兰的Zorb Dimmergen 在9月中旬带着他的妻子 妻子和狗一起搬到该省 起初 这位IT专业人士对他的工作前景 和找到住房的能力抱有很大希望 但施语愿为 三周过后 他的家人仍然住在新加拿大人协会提供的临时住所里 而且他还没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 他说 我们坐在酒店里只是相互看着对方 我每天在酒店的工作就是花12小时在笔记本电脑上寻找工作 Dimmergen和他的家人被吸引搬来加拿大 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联邦乌克兰紧急旅行签证 当决定去加拿大时 Dimmergen和他的妻子决定搬往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定居 他说 他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新加拿大人协会和省政府的支持 他为前往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办理了1000欧元的贷款 第一笔还款将在本周到期 尽管经过几周的寻找 但Dimmergen还没有找到工作 他说 我无法支付我的生活费用 我不是要求免费的住房 我也不是要求免费的钱 我所要求的是一份工作 像正常人一样获得报酬 Dimmergen说 他很感谢这些支持 但他很想找到一份工作 以便他的家人能够搬出临时住房 住进公寓 他目前住在SC Jones 但他说他不介意搬到该省的另一个地方 他说 我们想在这里建设我们的未来 我们想在这里开始一些新的东西 即使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开始 无独有偶 此前就曾有报道称 来到加拿大的乌克兰难民称这里物价太高 且工作没着落 继续花光 难以找到人生方向 今年2月 从乌克兰逃难落地多伦多的Sabina Ablova和Andrea Kazora 在短短几周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与他们同住的还有Ablova的母亲和13岁的弟弟 他们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持有加拿大旅游签证 一家四口的主要花费是房租 当时在多伦多 租一间一室的公寓平均价格都已超过2100元 加上日程生活费 资金捉襟见肘 对一些乌克兰难民的抱怨 我们温哥华港湾的网友纷纷发表看法 网友火红的枫叶说 知足吧 我们当年移民来加拿大 政府没有给任何补助 网友相识说 我们当年有啥体力活没做过呀 技术移民过来的谁不是精英啊 网友Mandy说 基层工作多得是呀 凭什么一来就想和本地人抢饭碗呢 网友海尼说 免费医疗 免费上学 低收入住房 剩下的就是工作 一家那么多成年人 麦当劳打工就行了 网友Fisher说 俄乌之战让欧洲人惊难过冬 乌克兰难民又来分一杯羹 恐怕是狼多肉少 相比之下 选择加拿大应该不错了 难民有国家接受就不错了 网友牧师角说 后悔选择加拿大 那就加入俄罗斯呗 一位正在北京的温哥华港湾网友朱哥留言说 难民付出的代价比投资移民少多了 留在乌克兰更有生命危险 要知足 另一位在北京的温哥华港湾网友XY也留言说 物价太高难以为计 难道在乌克兰遭炮轰比较好 一位看上去是一位留学生的妈妈的网友留言说 这些人毛病真多 政府给了那么多补贴 还埋怨工作不好找 不知道感恩 怎么我的孩子秋季入学 没几天就找到了Walk Off Campus上班去了 你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反而找不到工作了 纯粹是懒惰 加拿大的工作很好找 政府层面 在省议会被问及Dimergen的状况如何解决 纽芬兰省移民 人口增长和技能部长Jerry Boone称 新加拿大人协会将帮助Dimergen找到工作 他说 我们省的科技部门已经为许多许多乌克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希望这个人也同样成功 Boone表示 在周二载有177人的包机抵达之前 来到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乌克兰人中 约有75%找到了工作 据悉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政府已经包了三架飞机 载着500多名逃离乌克兰战争的人 还有大约500人自己来到了该省 该省政府与ANC一起提供了住房 食品 医疗和财政支持 事实上 对乌克兰难民 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省级政府都很支持 很慷慨的 今年3月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 要无限量接受乌克兰难民 接受人数尚不封定 开创了加拿大接受难民政策的先河 6月2日 加拿大移民部长Syn Fraser宣布 通过家屋紧急旅行许可项目来到加拿大的乌克兰难民 从当天起可以申请一笔一次性补助 成年人每人3000加元 17岁以下每人1500加元 根据加拿大乌克兰紧急旅行授权 受战争影响的乌克兰人可以申请一个为期三年的临时访客签证 而且 在加拿大持有效工签 学签或临时居留许可的乌克兰人 都有资格获得这笔一次性付款 为此 加拿大政府还专门开设了网站 方便在加拿大的乌克兰人申请这笔救济金 加拿大安省万锦市23岁的中国留学生周豪居 涉嫌酒驾保时捷撞死警察一案有了新进展 在周四的New Market法庭庭审上 法官拒绝了周的保时申请 要求其继续留在居留所 据Global News报道 法官Robbie Levita拒绝了由辩护律师Diren提出的保时申请 并对检控官Sindoyle提出的顾虑表示支持 由于法庭颁布禁令 庭上所递交的证据以及周豪居被法官拒绝保时的原因均不能公开 不过 据报道 检控官有责任向法官提出不能让被告予以保时 且必须满足三个理由 被告是否有七保潜逃的风险 他是否会再次违法 他的保释是否会影响公众对司法行政的信心 在这次的庭审中 周豪居身穿黑色毛衣 在联讯的大部分时间 他都把双手放在胸口附近 普通话翻译官也出席庭审 周豪居的父亲再在庭上露面 并表示对儿子的支持 周豪居将于11月24日再次出庭 一对夫妻Jill和Mia Makov向佳航提告 称佳航因为Mia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的时间 于今年2月不恰当地拒绝他们登机 加拿大卑诗省送财庭近日下令航空公司 向两名因为COVID-19检测阳性的旅客赔偿775元 据报道 加航承认不让妻子Mia登机 但否认阻止丈夫Jill登机 该航空公司还称 这对夫妇没有证明他们试图减轻损害 卑诗省民事仲裁法庭听证说 这对夫妇购买了2月15日 从洛杉矶飞往温哥华的机票 Mia在2月5日接受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 今年2月 加拿大对入境者 仍然实施了一些COVID-19限制 麦考夫妇提交了一张当天的加航网站截图 显示如果乘客在出发前10天 至180天期间的COVID-19检测结果阳性 就可以飞往加拿大 当时这些阳性的COVID-19检测 可以用来代替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 但法庭的决定没有详细说明 这对夫妇的接种情况 裁决中说 麦考夫先生试图在洛杉矶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加航一名工作人员说 不允许他们那天飞行 因为麦考夫妇2月5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们必须在第二天飞行 换句话说 麦考夫妇被告知 他们在检测和飞行之间的10天计算是错误的 但法庭同意麦考夫妇的看法 基于加航自己的措辞 米尔2月5日的检测结果 符合2月15日的登机要求 这对夫妇和加航在是否允许麦考夫先生登机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裁决书中写道 麦考夫先生说 加航洛杉矶机场的另一名代理为他们预定了第二天飞往温哥华的另一趟航班 他特别表示 加航员工没有告诉他 他可以在没有夫人陪同的情况下 登上2月15日的航班 相反 加航员工在拒绝他们登机和重新预定他们的航班时 把两人放在一起 但加航声称从未拒绝麦考夫先生登机 不过加航没有向法庭提供支持证据 由于麦考夫先生的陈述包含了如此多的细节 而加航没有提供相反的陈述 我认为 加航在2月15日拒绝接载麦考夫先生和夫人 因此违反了与他们的合同 最终法庭裁定 这对夫妇有权获得因旅行延误而产生的费用 其中包括食物、酒店和交通 总计不到600元 法庭裁定 两人还有权获赔约175元的法庭费用和判决前的利息 周二的LotoMax抽奖在安省出了几位大赢家 其中包括6位Max Million中奖者 但7000万投奖再次无人认领 至此已经连续18期没有开出投奖 总奖金累计达到1.3亿 这是江大历史上第二高 如果你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 就趁今天去买一张彩票吧 OLG表示 周二的LotoMax在约克区、释迦堡、柏林顿和Wood Bridge出售的彩票 中了四份价值100万元的Max Million奖 在Barry和OLG到CEA上出售的两张彩票 各自赢了价值50万元的Max Million大奖 同时在释迦堡和OLG到CEA上出售的两张彩票 每张赢了105万716.7元的二等奖 最后一张在约克区售出的彩票赢得了10万元的Anchor奖 OLG表示 LotoMax投奖从未如此长时间没有中奖者 自上次中奖以来已经连续进行了18次抽奖 OLG表示 之前的记录是去年发生的连续16次投奖没有中奖者 周五的抽奖将是该游戏历史上的第二大抽奖 最高奖金为1.3亿元 包括7000万元的投奖和60个100万元的Max Million奖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